今天分享的食譜是 老水金錢肚 老水牛筋和老水牛腱 今次用的份量是1.5磅 牛筋1.5磅 牛筋1.5磅 第一个程序是用醋去浸泡 去除冰和腥味 用器皿装起牛筋和牛筋 倒入少许醋 用清水浸泡 用水浸泡半个小时 用清洗 醋和水浸泡完牛筋和牛筋 可以开始飞水 这三样东西要冷水下锅 为何呢 因为用滚水下锅 一放些肉浸泡 很容易在高温的情况下 会锁死肉汁 一锁死肉汁之后 血水和杂质出不来 在煲汤或水浸泡 煲出来的东西始终是很混熟的 但如果用冻水下锅 它会慢慢在煲汤之中 血水和杂质是可以分解出来的 而分解后 煲汤或水浸泡 它会更清水 现在水已经很滚了 有很多泡 还有这些糊子 看到吗 这些糊子已经有很多杂质出了 现在可以关火 烧完火洗净 洗净 洗净就可以开始滷水 好 然后介绍这个滷水料 滷水料有什么呢 有15克的花椒 10克的八角 这里有10克的桂皮 有两粒草果 然后有10克的小茴香 我放了10克的辣椒 就视乎你自己不喜欢吃辣 如果你不喜欢吃辣 就可以不放 然后有两汤匙的小茴酒 这里有大概三汤匙的冰糖 三片姜 然后有几条的葱 大概是半杯的生抽 半杯的老抽 一会儿大概需要六至七杯的水 现在肉刚才已经洗净了 洗净 我们就可以开始滷水 现在先把牛筋放入压力锅 先压它15分钟 再加上牛肚和牛筋 放牛筋 然后加八角 花椒 小茴香 这个是金草片 姜 冰糖 冰糖 草果 这边有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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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绍兴酒 放入鸡皮 然后放入葱 然后放入葱 然后把辣椒 把辣椒剪掉 放入葱 然后把辣椒剪碎 让辣椒的味道更出 不过就算我加那么多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辣 但是因为家里有些吃得辣 有些不太吃得辣 所以我不会弄那么辣 所以我不会弄那么辣 鸡皮鸡 鸡皮鸡 然后可以放入生抽和老抽 然后放入生抽和黄抽 然后放入淀粉的水 然后放入生抽和黄抽 牛筋已经压了15分钟 現在可以把牛肚和牛腱放進去 把牛肚和牛肚的切剪至放進去 把牛肚和牛肚的切剪至放進去 蓋上水 蓋上蓋上30分鐘 現在牛肚已經滷了45分鐘 牛肚和牛肚分別滷了30分鐘 我們可以用筷子去切剪至放進去 如果是很容易切剪至放進去 現在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後 要把牛肚切剪至少 要在冰箱中 要放進去一晚 放進去一晚後 第二天才切剪至少 因為現在切剪至少 肉的肉還未夠實 所以肉一切就會散開 所以要放進去一晚 讓肉結實 再去切剪至薄片 而牛肚和牛肚 不需要放進去 等它攤凍就可以切剪至少 這個自家滷水汁 滷水牛肚和牛肚 很快就已經完成了 你們也試一下跟著做吧 下次見 拜拜